诈骗无所不在 伎俩也不断翻新 上班上学的年轻人也会很担心 独自待在家里头的长辈被诈骗 血本无归 因为现在AI的技术也被诈骗集团给利用了 好多是仿造了名人的脸蛋 声音和影像 或是AI假情人骗取同情 诈骗您户头里的钱 一时半刻实在是真假难辩 屏东警方和网红合作制作了短影音 宣导大家千万别上当 而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因为AI声威技术只能够套用在脸部 所以您可以观察一下 当影像的侧脸很模糊 脖子有色差 那通通都是假的 您也可以要求对方开视讯 把手指头在脸的面前挥动 或是要对方变换姿势 一旦发现他的脸部扭曲了 请赶紧地挂掉电话 删除联系 便被不肖分子给骗了 你在干嘛 我在想你啊 你有没有超级 超级超级想我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 明明是中年男子 但出现在手机的影像 竟是一位美女 在图使用美人计之下 民众到ATM汇款 先生 请来不同道具的预告 因为你被骗了 差点被骗的民众到警局一脸吃惊 对方竟是男子汉 这是警方和网红合作的短影音 为的是要防范AI声位诈骗 会有犯罪集团 来使用这个声韦技术 来制作名人 可能来推销一些产品 警方的担心不是没原因 在网路上随意介入声位技术范例 立刻跳出了马斯克以假乱针 一般民众会不会容易被AI声位技术骗了 到大街上随机找人看影片见真章 就蛮像他的 当下会看不太出来 假的吧 不知道 看不出来 这AI吧 换脸然后要钱 防不胜防 不过魔鬼藏在细节里 仔细看影像 侧脸画面比较模糊 脸和脖子的衔接处会有色差 还有手指无法套用到模组 视讯的时候要求对方比一比 变换姿势就可以看出端倪 可以做一下动作 那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扩展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那个声音也是可以很像 我知道 现在AI很厉害 很仿真啊 这个下巴这句比较假 用了下巴就露线了 声位技术 透过打电话给本人 要求视讯或者换警 来揭穿诈骗歹徒的伎俩 但AI科技日新月异 未来如何识别 恐怕是个大问号 大爱新闻 翁崇文王昭中 高雄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